细心的网友可能都发现了,崔永元老师最近新开了一个微博账号,专门用来写文章,之前的账号专门用来和对手撕逼。 小崔这也是下定决心了,小崔向粉丝介绍自己新开的账号就在这个新开的账号下崔老师,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。 文章的主人公是马小刚番子,不好意思,小编要先消一会,另外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他新开的号下面,去看一下这篇文章。 不过有看过这篇文章的朋友却说,崔永元是用马小刚影射现实中的小刚,文章中使用了一些带有侮辱性的词汇,并有男人的生理缺点开玩笑的段子。 崔永元小说里的主人公马小刚据此,有部分网友不认同崔永元这种手法,认为有什么说什么即可,不必进行人身攻击,以免丢了身份。 但大部分人都纷纷叫好,表示,马小刚可以用电影来攻击崔永元,崔当然可以,已然还牙。 这让我想起了言喜攻略女主角的话,我魏英洛,天生脾气暴,不好惹,谁要是在叽叽咕咕,我有的是法子对付他。 这么看来,崔永元老师就是现实版的魏英洛呀。 魏英洛经典语录 崔老师,这些年给人的印象是个孤单英雄,开罪了不少娱乐大咖,动了不少名人的奶酪,因此甚至遭人恐吓威胁。 但很明显小崔并没有退缩,网友们已经发现马小刚的变化,开始变得低调,脾气也没有以前爆了。 想必大家还记得,以前谁要是说了让马小刚不中听的话,他马上就会对回去,让你难堪。 甚至说,有些观众就是有求负心里云云,而这一次碰到小崔的无情告白,你没有那么好,你的罪恶都在我的抽屉里。 马小刚刚开始还反驳几句,表示自己不怕,但慢慢的,随着官方媒体对小崔举报的支持表态,马小刚渐渐不说话了,不知是什么原因。 说完马小刚,再来说说冯小刚,今天有一个消息得到确认,那就是电影《江湖儿女》中冯小刚的戏份全部被删除了。 冯在影片中演一个白衣天使的角色,现在戏中角色全被删,连最新版的海报都没有他的名字。 至于原因,导演贾张科说,一言难尽,五味杂陈,看来有些是看似传言,但传着传着就被各种消息佐证了。 不管怎样,崔老师这一系列事件让他得罪了不少名人、富人,除了被人纠缠、恐吓、辱骂,看不到他能得到什么好处。 有人说他孤名钓鱼,都是为了钱,但网友们的眼睛是雪亮的。 说句实话,崔永元赚钱的方法有一百种,但他不会蠢到用得罪名人、富人的方法来赚钱,除非谁没事吃饱了撑的。 各位网友你们觉得呢? 崔永元欢迎网友们评论,转发让更多的网友看到哦。 喜欢的网友也可以点点关注,让我们一起交流。 谢谢,玩。 谢谢,玩。